播放的影片是一個大概這種比較適宜的影片 就是整些大數據中心平常在做的一些專案 和我們的想法 那有一些畫面是我們真正執行的成果 掌握數據能反映人們的生活 洞悉城市生活的樣貌 也是邁向智慧城市的第一步 台北城市博覽會數據共創未來台北 由台北大數據中心打造沉浸室互動體驗 参觀者掃描QR Code 回答問卷後 即可下載專屬的未來城市樣貌 同時與其他體驗者共創心目中的未來城市 大數據中心其實是台北市政府 今年年初有特別成立的一個 在資訊局底下的一個專案編主 那大數據中心是為了匯聚跨域的資料 來做跨部門的資料 做一個統整的收整 然後分析研究 輔助決策 所以在這個大數據中心的展區 我們就特別呈現了以數據來輔助城市治理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然後做了一個民眾互動的一個遊戲 然後所以民眾可以在這裡掃QR Code 然後把自己對未來城市的想法 用投票的方式然後選擇 選擇完之後呢 它會集結成幾種主題式的這個想法 就是比較永續城市啊 智慧城市 或者說個性城市等等的 那它有四個主題 那會變成一個一個的光球 然後會投影到我們裡面有一個這個展示的虛擬城市 然後就會呈現說你的決策你的想法會影響這個城市變成什麼樣子 就是空氣品質會有什麼改變 綠腹地的這個條件會有什麼改變 因為市政的治理呢 其實是建立在民眾的民意上面 所以你們的每一個想法都會被用數據的方式統一的彙整 然後集結成城市治理的一個願景跟想法 那所以在畫面上會呈現這個空氣品質的影響的改變之外呢 那另外一邊也會呈現說民眾的想法到底統計值是怎麼樣 大部分來參觀的民眾 他們比較偏近想要智慧城市 還是比較想要永續城市 所以它有一個比例的一個變化 來呈現說你的每一個決策都影響了城市這樣 它是一系列的問卷去設計 所以它會問你說你比較喜歡怎麼樣子的消費模式 或比較喜歡怎樣的交通模式 或是你比較喜歡怎樣子的生活城市的環境 那它會有四個選項 那每個選項就會累積的加總 統計出一個綜合你的想法 會比較讓領導這個城市變成永續的呢 還是變得比較偏智慧的 那因為議題兩面比較方便 可能就會造成比較多的空氣污染等等 所以在這個我們的畫面上會有一些道路的擁設比例 綠地的這個關係 因為你的每一個選擇其實它都是一個 要得要是往哪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我們有特別設計這個選項 讓它是不同的類型 但是互相可以有關聯的 為讓參與者深刻感受到個人選擇數據與現實城市生活情境的連結 除了運用台北市真實環境數據 設計城市模型的物理變化動態效果 更整合十二大國際未來城市趨勢 提出個性台北、智慧台北、永續台北、共融台北 四種未來城市生活模型 而每位市民的決定也將影響台北城市的政策與樣貌 會整後的數據將在資訊局的官網公布 線上的部分的話其實應該會著重在詮釋我們的數據 如何輔助我們城市治理 那因為大數據中心其實也有一個官網 那這個官網是會持續的把這個大數據中心的成果去呈現的 那這個官網就是它不是因為了這個展去設計的 但是在展的部分是會連結出去 然後所以它是會延續的這個資訊這樣 對 那主要在線上展的部分也還是會去呈現 剛剛提到的數據輔助城市治理這樣子的理念 剛剛有提到它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嘛 那其實我們也可以收集到一些參展的一些不具個資的資料 但是可以分辨比如說性別啊或是地區 那我們可以去交叉的比對說 其實我們的市民比較喜歡的 就來參觀的市民 他比較喜歡城市的哪些政策的發展 以及他的選項的排序可能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也會做一個小研究來去研究這樣子的數據 然後跟這個觀展期間的這個人流的變化等等的 其實我們是會去針對這個數據做研究 不過比較要提示一下就是說 因為其實來參觀的人不是全部的市民嘛 他就是特別來參觀的人 所以這個也不會真的直接落實到我們的政策 只是它會變成是我們一個透過數據彙整 然後研究這樣一個脈絡形成的一個專案 所以會做這樣的嘗試 但是不會直接去落實到我們的政策決策上面 大數據於日常生活看似遙不可及 實際上卻是密不可分 透過數據共創未來台北沉浸式互動體驗 讓參觀者了解數據驅動城市治理的內涵 體驗運用數據作為都市創新的過程 記者領期會台北報導